跟著音樂活力唱跳 這群慈大負重的學生 一點也看不出 他們正在參加 飢餓十二個小時的活動 吃飯就吃十分飽 吃七分飽就好 三分飽就留著 感恩這個世界 把這些早餐中餐的錢 拿去捐比我們更需要的人 有多少人有響應 今天感激十二受害國際的活動 這個應該是有150多個位置 在校長的帶動下 共有超過一千六百多位的師生 和家長在全台各地共同響應 就是我們希望孩子能懂得 統領能懂得這個人積極 積人傷活動 校方也邀請盲人歌手林信弘 用精采的生命故事 為同學加油打氣 這樣可以讓我體驗 人積極積人力積力的精神 然後可以把省下來的餐費 去救助敘利亞 墨西哥 還有其他國家比較苦難的人 十二個小時的挨餓 孩子們也都不含苦 盞盞新燈也為世界苦難祈禱 他們也期待今天捐出的三餐 可以溫飽更多人 帶來信元節田翁國家 花蓮報導